我从业89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的工作既有营销的激情 也可以去满足我的分享欲 它又包裹着我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梦想 能享受从事热爱的自己的事业 所带来的足够的安全感 我特别乐意将打动我自己的事物 去分享给我的亲人朋友和我的爱人 传递美好算是我对于生活的一种追求吧 就像是Triggers他带给我的震惊和喜悦 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告诉我老公 他在外奔波有一双鞋 他能够舒服接得住他的劳累 也够体面 可以低调地衬托出来他的品位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我觉得不只是依赖于自己的眼睛吧 衣服啊 鞋子 朋友 伴侣 或是职位 事业 其实都一样 说实话 我老公也不算是我放眼望去定睛的那一块 但当我愿意去了解 接触 并亲自去感受的时候 我能够察觉到他的好 因为他会给我足够相伴的理由 他也是一只 有着非常温暖的 有力的手 可以一直牵着他 走过自己美好的岁月 踩一双 能够给予自己陪伴的鞋 走向自己 最安心 也是最能够获得安稳的路